新復發公安意外 中傑乘客一死十傷 這檢討聲不斷 那麼今天台中市議會交通地震委員會 到了車站實地來勘察 中傑提出了 閒族首飾等九大的優化措施 可是這個很重要的 月台緊急停車按鈕呢 得要等到明年初 才能夠全線的設置完成 議員們認為太慢了 要求要提早騎乘 緊急停車 緊急停車 腳踩在滑門那邊正中間 然後直到滑門 恢復正常開啟為止 雙手揮動交叉 這是中傑閒族首飾 提醒列車有狀況 不要往前行駛 5月10號的公安意外發生後 中傑檢討聲浪不斷 市議會交通地震委員會 上午到實地勘察 瞭解改善作為 我們從知情包裡面 我們把鑰匙 單獨配置在知情包綁帶上 並且在知情包外 方便的快速的可以去取用 可以去使用 這是我們第三點的一些優化精進 好 那第四點的部分是指差確認 從隨車人員反覆確認 月台有無義務 駕駛台蓋板也不再上鎖 以及在月台上跑馬或閘門上宣導 緊急應變等 共九大優化措施 萬一發生事故 中傑人員及旅客 都能更快速反應 接著議員們進入車廂 從市政府站 搭到豐樂公園站 月台列車往方 進來入站 圈圈 一行人進入車廂 終結人員就解說車上安全設備 倒站解說執勤環境 閒組手勢及擋門動作等示範 而質疑月台緊急停車按鈕規劃時程 要等到明年初才能全部設置完成 議員們認為太慢了 跟議會說七月 就現在說是九月做一組耶 你是九月才做一組耶 做一組試看看耶 是在一個站 對啊 示範 其實有一些標示啊 好像只有在一些月台門才有嘛 你好像現在並沒有 每個月台門都有 那這是 我們挑一些比較大的車站 先把它完成 那陸續就是會再加上去 我們會全面去弄它 在設備安全宣導 竟然只有部分車站有張貼 要求應該全線設置 甚至要將影片上傳到網路車站等 萬一發生緊急狀況 讓民眾可以及時應變